苗栗營的流浪通物 透霸一致讀下苗栗通物凤一所 同苗栗子公司拒绝在树柳结尾门 毕竟提供流浪通物 很高的空间韩国区治疗亚生通物 苗栗營生态保佑和高业中心 近日照顺就在通路向福建村 正式开工的 人员外出带会提供亚生通物 显示古生韩国医疗的照顾空间 没有流浪通物古生的素材 同时压游生态高业建设功能 安孙亲家年代前就拜反顾 一场开工顺利 开地平安的动物顺利 苗栗營中 企业从卡丹金山为生态保佑中心 就此开工营锡 中心规保主要本作为 加上通物食用器 专门食用 山药 芒庆 含有效率的通物 同样叫通物食用收容器 同时没有高业中心的功能 那未来在不管浅猫的收治 还有就是野生动物的收容 还有教育训练方面 都可以在这边来这个办理 所以苗栗未来在整个自然生态保育 跟浅猫动物的这个保护 可以说是向前迈进一步 现在苗栗營通物的收容器 基金收容是百佳的鸟 鸟 空间没垃圾 所以额人外 尽管生态素菜 有通报团提示说 虽然燕金副希望发挥好感 但是生态收容中心 为了庆党 不用差不多三百价 是适合收容量和黑胡销台管理问题 我觉得这样子利益非常好 可是我觉得编制上的人员 好像太少 因为像他的四亿员才两到三位 事实上因为一百零六年以后的 那个零铺杀 势必上那个全貌的数量会很多 其实两到三位的四亿员是不够 在这边的浅猫说 香港收容量不少 会和其他人市大厚 黑胡销台收容 只要从我们服役乡亲 受穿外色爱去 无同意在买 如同通物真不买 近来近到 各个新闻 荣二诺 明镜不透